演员拍戏,皮肤经常受损 The Sparron的ATP-38改善了我的肤质 效果意想不到 瞧,我是不是变得更漂亮了 The Sparron特别情商 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的杨明娜 风尘仆仆地前来新加坡代言 并亮相The Sparron的电视广告片 为其当前最夯的科技美容技术 ATP-38的超强副理功能 现身说法 杨明娜在电视剧《新神雕侠》里 饰演黄荣 与本地著名演员李宁顺 在剧中合作无间 广告制作当天 摄像对干劲十足分秒必争 地球将最漂亮的画面 呈现给本地的观众以及广告主 我们也趁着广告制作期间 访问这位来自远方的资深演员 于The Sparron美容院 以及与ATP-38结缘的经过 作为演员需要经常化妆 可再好的彩妆 它多少都会含有铅的成分 经常使用 自然而然就会对肌肤造成一定的伤害 加上要拍外景 经常会有日晒 然后熬夜 生活不规律等等 所以我的肌肤就会出现 干燥 红肿 然后过敏 灼热 这样的问题 的确 天气的变化以及工作的压力 都是美容的课心 听杨明娜如何与ATP-38结缘 说来也巧了 机缘巧合呢 有朋友向我推荐了The Sparron这个美容院 我就打电话过去 他们那边的顾问呢 非常细心地询问了我的脸部的肌肤问题 然后就跟我说了两个字 照灯 照灯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难道是要让我变黑吗 能解决我的肌肤问题吗 我带着这样的疑虑 就去了美容院 The Sparron引进了ATP-38多年 这次杨明娜在接受了ATP-38的照射之后 肤质产生了什么变化 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It's amazing 太神奇了 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之后 我拿镜子再看自己的脸 基本上左边部分已经全部退却下去 只留下了右边比较严重的几处 还有红肿的现象 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很开心 ATP-38焕发出了杨明娜的自信与荣光 演员拍戏皮肤经常受损 The Sparron的ATP改善了我的肤质 效果意想不到 瞧我是不是变得更漂亮了 正是因为它那么神奇的疗效 所以我特意地向美容师询问了一下 然后才知道它这个ATP-38是根据美国国家 航太总署NASA所研制出的一种瑞士的产品 它是通过光波的长短 然后对肌肤的细胞组织 新陈代谢进行一个激发和促进的作用 大家知道吗 细胞也会新陈代谢 以前只知道身体会进行新陈代谢 但是细胞它也会 实在是非常的神奇 这个光波它就通过不同的长短的照射 然后进行细胞的修复 改善 然后起到非常神奇的效果 特别要向大家推荐的这个ATP-38 它有四大的功能 第一个呢是对面部 就是大家知道的一个暗牙 然后是干燥 然后是松弛 还有就是红肿等等的状况 另外呢它会瘦身 然后就是溶脂 对身体的一个瘦身的作用 最最重要的是要我跟大家说的是 它会对身体的一个肌肉的不舒服 脊椎的不舒服 然后关节炎 包括是你平时运动当中 有一些肌肉的拉伤 它也可以进行这个光波的照射 提到修复的作用 第四最最重要的也就是头部 如果说你头部有毛囊阻塞 脱发 头皮炎症等等 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修复 总而言之 ATP-38它不需开刀 不需吃药 不需打针 就让你肌肤会变成美美的 跟我一样哦 演员拍戏皮肤经常受损 The Sparrow的ATP改善了我的肤质 效果意想不到 瞧 我是不是变得更漂亮了 经过了一天的拍摄 杨明娜再次地感受到了 ATP-38所带来的震撼 她在微博上说 The Sparrow邀请了她 到新加坡拍摄广告 可惜国内目前还没有 的确 如果您期待一个无需药物 不必侦次 无需侵入性的美容护疗 ATP-38是您可以期待的科技美容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